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帕特基辛格也验请了众多供应链合作伙伴的高管 涉及鸿海广达 仁宝英叶达 伪创合硕 维影华硕 红旗技嘉 微星等PC级伺服器制造企业 据了解 帕特基辛格此次验请供应链合作伙伴高管的地点是在台北的韩社艾美酒店 这是当地一家知名的五星级酒店 参与晚宴的企业高管 主要有鸿海董事长刘洋伟 红旗董事长陈俊胜 何硕副董事长程建忠 伪创总经理 既执行长林建勋 维影董事长洪立明 仁宝总经理Anthony Peter Bonadero 伊叶达董事长叶立成 技嘉集团总经理李仪泰 神机董事长黄明汉 严华共同总经理蔡淑言等 在宴会开始前 季辛格也接受了媒体的采访 其表示很高兴能来参加台北国际电脑展 并称台湾是科技产业的中心 对于晚宴会与合作伙伴聊什么话题的问题 季辛格表示 有许多可以聊 尤其是谈到数位万物 Digital Everything的时候 他说人工智慧 AI就像25年前兴起的互联网 随着AI逐渐进入市场 将影响整个市场的发展模式 也将对每个导入 AI技术的产业造成极大的转变 未来每个产业都将转型 每家公司都会变成AI公司 在AI持续导入的趋势下 每家科技公司就都有机会 英特尔与合作伙伴也看见无所不在的机会 期待晚宴期间与部分科技公司高管们一起讨论 事实上 季辛格个人形势作风相当低调 并与其他大佬明显不同 他还与台北国际电脑展Computex 2024进行了主题演讲 阐述AI如何在数据中心 云端 个人电脑 PC级全球的网络和边缘应用中 开启新的可能 并展示英特尔下一代数据中心和客户端运算解决方案 将AI融入到开放式生态系 实现AI无所不在 随后 英特尔执行长塔特基辛格 还在Computex 2024展会期间接受了媒体采访 回应业界关心的与台积电合作 对于Windows On Arm电子装置带来的竞争的看法 供应链安全 美国对中国出口管制 对英特尔的影响等问题 在与台积电合作方面 英特尔新推出的AIPC晶片 Lunar Lake首次交由台积电独家代工 对此 基辛格表示 Lunar Lake之所以选择台积电制造 是因为当时台积电有更好的制程技术 现在看仍是好选择 感谢台积电提供了很多核心关键制造技术 使Lunar Lake成为可能 也能看出台积电和英特尔在代工产业的合作 包括UCIE通用小晶片互联也是 不过基辛格强调 到下一代 Lunar Lake将几乎全部是基于英特尔制程 将采用Intel 18a工艺 还有混合建核技术 晶圆对晶圆 Wafer to wafer堆叠 还有先进封装技术和背面供电技术 希望届时能够向大家展示 英特尔的晶圆场能力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 英特尔届时能否真的达到台积电的工艺水准 还不得而知 必须得等拿到真正的样品之后 才好得出答案 而且量产后的良率 以及成本控制等 能否达到台积电等业界翘楚 还值得观察 再谈到高通等Windows光ARM电子装置推出 是否会影响英特尔X86PC晶片的市占率 基辛格认为 这不是第一个Windows光ARM的产品发表 X86市占率仍维持领先 目前还没明确诱因 促使消费者从X86平台转换到ARM平台 也还没看到类似产品能取代X86现有构架 认为消费者需要有改变的理由 加上新推出的Runan Lake拥有更好的效能表现 并不怕是占受影响 基辛格指出 英特尔刚刚展示的CPU、GPU及NPU都是最好的 电池续航力也非常强 那为什么要换 下半年 客户购买Runan Lake的PC会相当好的体验 相信也会和高通产品做比较 未来会有更多跑分等讯息出现 被问到是否是高通为对手的问题时 基辛格校说 欢迎高通推出自家产品进入市场 因为这有助于更快创造整个市场 不过对自己很有自信 目前出货量已经瘦100万台 从这角度看 表现比高通此前呈现的Snapdragon X Elite更优秀 此外 从Runan Lake到下一代Panther Lake 英特尔是打造自家生态系 是全新的篇章 在整个AI也很难被取代 当然 基辛格的乐观传统 并没有让在场媒体进服 有人表示 如果基于Intel 18i制程的下一代Panther Lake处理器 没有高通 Caucon采用台积电代工的下一代ARM构架 VIPC处理器受欢迎 英特尔将如何应对 基辛格表示 如果ARM真的崛起 英特尔希望提供晶圆代工服务 这可不是随便说说 他接任英特尔执行长时 就发现英特尔与ARM的伙伴关系 比他想象更强大互惠 他们也看到 ARM身为英特尔晶圆代工伙伴的许多机会 如此可见 英特尔对于X86的前途也不是那么独屑 在供应链安全方面 目前英特尔正积极扩展海外制造 在美国也有多项半导体建设 基辛格认为 英特尔 三星 台积电在美国布局 显示美国晶片产业将有很大发展 研调机构也预期美国在半导体的影响力 从10%增加至2030年的20% 相信会有很大动能的发展 英特尔在演讲中不断赞扬台积电 在Lunan Lake给予连电的合作 显示重视台湾生态系 但全球需要更平衡的供应链 相信现在正在成形中 对于被美国限制出口限制 是否可能让中国加速晶片开发的问题 基辛格坦言 晶片禁令如同一条魔术界线 Magic Line 限制太强 确实促使中国打造自研晶片 的确伤害出口市场 因此要小心平衡 英特尔要确保 这方面能符合全球生态系伙伴的期待 同时英特尔也会持续出口产品到中国 随着制程达到2nm以下 在中国半导体技术发展 受到限制的背景下 英特尔这部分晶片 在中国市场将更具吸引力 那么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用户的观看 期盼能与用户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请用户点赞 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